哄 明帝的气息震动 肉身化作无穷庞大 亿万里时空被他的躯体挤压 都变得扭曲 咔咔破碎 明帝 他要作甚 太荒魔主目睹此景 神色骤变 阎天星 无声老母 夜灵和纪云山等人 亦是摸不着头脑 哗啦啦 明帝的头顶浮现出一本纪元古书 一页页翻动 72枚古字化作大道真龙 衍生出72种道像 刹那之间 72种道像化作重重时空 笼罩天与地 欲要将问天神山一举纳入 纪灵一脸诡异神情 明帝想要掌控问天神山 他望向元宝 若有所思 估计是穷风了 元宝淡淡道 纪灵目光古怪 明帝是不是穷风了他不知 但元宝定是一个奸商 不过 明帝的修为纵然强大 但问天神山沐浴了天门道则 实力也在不断晋升 孰强孰弱 尚无定数 纪灵沉声道 问天神山位于变数源头 受益最大 明帝既意缺失 修为受损 纪灵更看好问天神山 快走 夜灵瞳孔皱缩 骑上紫巾麒 冲出问天神山 燕天星 太荒魔主 东皇殿古妖等各大强者 也纷纷催动法力 施展大神通 在明帝神通降临前 顿出神山 道友 来日方长 纪云山看出无声老母的不甘 开口劝道 师尊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莫流苏焦急道 再不走 就走不了了 走 无声老母满脸不甘 与天人族修行者 一同顿入时空深处 红隆隆 七十二重道 向如诸天镇压下 仿佛与天地河为一 宁天地大势 据周天道法 轰向问天神山 动 就在这一刻 问天神山微微震动 似是心脏跳动的声音传来 一道古老磅礴的气息复苏 无尽道文声腾 道音浩荡 神山所处之地 自成一方时空 碰碰碰碰碰 两道大神通撞击 方圆数十亿万里的时空湮灭 一缕缕道运残存在天地间 这一击 令得明帝气血紊乱 问天神山也浮现出一丝丝裂痕 诸多草木在几夕时间内枯萎凋零 谁也没有讨得了便宜 道兄何故为难我 一个声音传入了明帝脑海 明帝温和一笑 道 我如今一穷二白 道友身怀俱赋 不如借我一点宝贝 他日我必如树凤还 道兄看上的东西 恐怕是我吧 问天神山悠悠道 我嗯 话音落下 天门似乎颤了颤 磅礴的大道精气 涌入了问天神山 修复了裂痕 凋零的草木更是飞速重生 明帝皱眉 问天神山是祭天之地 与天门相连紧密 能源源不断地汲取道责之力 如果要彻底镇压问天神山 必须斩断他与天门的联系 哪怕是他最巅峰的时刻 也极难半倒 刷 问天神山绽放仙光 诸多圣耀 仙矿 一宝化作一条长河 宝光灿灿 意向分成 向明帝飞去 神山上一半的宝物 我已交付道兄 希望与道兄结一个善缘 问天神山的声音 又一次响起 多谢 明帝汉手 散去法身恢复原形 问天神山给足了面子 他也不能不讲理 只可惜 这点东西 不足以打动那一个水货天机阁主 明帝心头叹道 道兄 问天神山又道 彼岸之桥显化于世 蕴藏着诸多秘密和古法 你若是能得到造化 寻得秘宝 或许也能解你的燃眉之急 更何况 彼岸之桥出世了 起源之种幻化的天门道星 也不远了 闻听此话 明帝目射神盲 多谢指点 他拱手称谢 登上问天神山 前往天门 这神山之灵的修为 看来是出入彼岸之境 元宝目光闪烁 他一直汲取天门道则的力量 假以时日 实力只会越来越强 这是不是天门之主的后手 如果是 元宝目中浮现出利色 必须得搞掉它 为老板分忧 嗖嗖嗖 明帝与问天神山之歌 诸多时空之主 又降临了问天神山 夜灵二话不说 也朝着祭天之地赶去 祭天之地 必然蕴藏着大造化 众人心照不宣 转眼间 诸多大高手登顶神山 祭天祭坛静静地漂浮在虚空 在祭坛尽头 一个个天街 通往那扇神秘天门 天门 无穷道子和力量 从天门中倾泻而出 涌入彼岸之桥 又流入无限时空 加速亿万时空的晋升 众人目光炽热 那座天门中 蕴藏着终极秘密 成就无上的奥秘 刷 颜天心难以掩饰心中贪念 举步踏入祭坛 登上天街 碰 然而 就在他踏上第一个天街之时 一股恐怖的压力涌来 颜天心顿时跪在地上 身躯被碾碎成了积粉 众人心生寒意 冷汗直冒 那可是一尊时空之主 却连天街的压力都无法承受 要入天门 何其难 老祖宗 半盏茶之后 积粉飘散 又凝聚成了燕天心 他望向天街和天门 再无贪欲 一脸敬畏之色 显然是心有余悸 天门的层次太高了 不是我们能贪图之物 太荒魔主看向彼岸之桥 那才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 他冲向了彼岸之桥 晋升彼岸的契机 就在桥上 东皇殿古妖 不死魔族古族等大高手 心头冲紧 一个个追上太荒魔主的步伐 朝彼岸之桥飞去 道友 第三张拼图在何处 纪云山并未前往 而是与无声老母 留在祭坛上 就在此处 无声老母目光凝重 他鼓荡法力 从先天到狱得到的 那一幅景图飞出 图上 绣着一尊玉顶图案 是他 纪云山锁定了 祭坛上的一尊顶 那是一尊青铜顶 通体布满铜绿 气息沧桑 秀气斑斑 历经了风霜洗礼 不知有多少年的光阴 无 无声老母向景图 注入一道法力 只见景图微微颤动 清光流逸 居然自动朝着青铜顶 缓缓飞去 翁翁 青铜顶颤动 秀气脱落 青铜仙光照耀时空 这 纪云山震撼地看着顶身 那像是一幅图 被人烙印在了顶上 历经无尽岁月 依然保存得完好无缺 想不到 这一幅拼图 一直都在祭天之地 却从未有人能发觉 纪云山感慨万千 居然用这种办法 不重要 无声老母平静道 开启太古坟 须得及其十二幅拼图 对于注顶之人而言 只有一块拼图 无异于是废品 眼下 我们已经掌握了三块拼图 还有九块 无声老母呢喃 叶旭曾经告诉过他 有一块拼图 在幻灭星海的虚无介遇 那是一处 十死无生的大凶之地 十击未到 他不敢图谋 但是 还有八块拼图 纵然是有主之物 他也不是不能想办法 又要去天机阁走一趟了 无声老母苦笑一声 对纪云山道 道友闭关多年 错过了叶无上的时代 想必还没有去过天机阁吧 纪云山怅然 他确实错过了一个大事 一个只属于叶旭一枝独秀的时代 实不相瞒 我早就想去一趟天机阁 哈哈哈哈 纪云山收敛心情 大笑道 道友 我们同去 叮灵 一枚天机令被激活 天机阁风铃轻盈 仙光照住了无声宫和天人族弟子 众人消失在祭坛上 又来活了 元宝心思微动 对纪云道 老爹 你且入彼岸之桥 我稍后就到 念头一动 元宝入主天机阁 闲人止步 元宝的声音在天机阁时空响起 四道接引仙光 扑在无声老母 纪云山 墨流苏和纪清雾的族下 无声老母和纪云山是金主 墨流苏和纪清雾 则与叶旭有救 余下之人 他可不想管 毕竟 天机阁的茶水 也是要钱的 都在此地候着 无声老母吩咐一声 与三人一同进入天机阁 怎么是你 墨流苏看到元宝 疑惑道 他怎么不在 叶旭入天门 与天门之主对弈 只有极少数的巨博大能知晓 墨流苏等人 显然不在这一个级别 元宝瞥他一眼 也懒得追究他的无礼 淡淡道 今时今日 天机阁有我掌控 我是新任阁主 至于老板的下落 你不知道为好 寄清雾待眉清措 二女相识一眼 眼神之中都蕴藏着忧虑 参见阁主 无声老母和纪云山 攻身一礼 诸位请入座吧 元宝换来白无侠 为众人侦查 他望向无声老母和纪云山 悠然道 二位的来意 我已洞察 无声老母笑了笑 开门见山道 既是如此 烦请阁主开个价 二位已有三块拼图 余下的九块拼图 其中之一在虚无介遇 还要再过数十年 方有机会得到 其余八块拼图 皆为有主之物 只不过话锋一转 元宝又道 有主 一可一主 白无侠恢复真身 蜷缩在角落 与太荒金凤挤在一处 八块拼图的下落 阁主全知道 纪云山失声道 废话 元宝翻白眼 这点小事都不清楚 白费了天机阁主的名头 他对纪云山极度无语 好歹也是一尊时空之主 这点眼力尽都没有 纪云山尴尬不已 阁主 那八块拼图的下落 需要多少宝贝 无声老母心神凝重 已经准备好被狠狠载一斗 以二位的实力 暂时只能图谋四块拼图 元宝不及不徐道 这四块拼图 就用四口时空之宝兑换吧 纪云山一颗星 狠狠抽搐 四口时空之宝 几乎快要掏空天人族的牢底 成交 无声老母点头 望向纪云山 道 道友 无声宫愿拿出三口时空之宝 天人族可出一口法宝 道友意下如何 纪云山一双眼睛充斥着震惊 似乎是无法想象 一个只有千万年底蕴的无声宫 能拿得出诸多重宝 如此一来 道是天人族占了便宜 纪云山善笑 无声老母不以为然 平静道 成大使者不拘小节 天人族与无声宫既是盟友 理应相互扶持 哄 他鼓荡法力 祭出一口口法宝 一柄清玉古剑 一张凤尾琴 还有一口鼓鼎 散发出强大气息 元宝的眼神瞬间亮了 请阁主过目 纪云山也祭出一副棋盘 黑白对异 道运流转 刷 元宝一手扶过 四口时空之宝 落入他的荷包 他笑容满面 道 第一块拼图在咒光神族 咒光神族 纪云山目光微动 传闻 咒光神族的两位谷祖 有一人下落不明 现在的咒光神族 正是虚弱的时候 无声老母一双眸子 闪过利芒 以无声宫和天人族的势力 跨欲与咒光神族一战 并非难事 第二块拼图在真灵谷祖 元宝又道 真灵谷祖乃是开天辟地之初 凝聚玄黄真灵之气 孕育而生 这一族占据九地之一的真灵之地 实力极为强悍 这倒是一块硬骨头 无声老母咒眉道 不知第三块拼图在何处 无极之地 无极天宫 元宝笑道 此言一出 纪云山的脸色顿时变得沉重 如果真灵谷祖是块硬骨头 无极天宫则是钢板 我与无极天宫的天宫 有一两分交情 无声老母缓缓道 或许能不动武力 从他手中换取拼图 而且 他眼神深邃 如果能让无极天宫入火 也是一大助力 纪云山满脸诧异 他究竟是何人 他满腹疑问 据他所知 无极天宫的来头极为古老 能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 无声老母竟然认识无极天宫 阁主 还有一块拼图在何人手上 无声老母问道 见天道足 元宝不仅不慢道 这一次 无声老母和纪云山的脸色 都十分凝重 见天道足存在于天地开辟之前 人丁稀少 但每一个都堪称是修炼奇才 牢牢把持着太医之地 太古坟拼图果真不是凡物 纪云山笑容苦涩 摇头道 竟有如此之多的大势力 收藏着拼图 太古坟关系到洪荒种 那才是万古隐秘 也是拼图的价值所在 无声老母道 大势力把持拼图 再正常不过 当务之急 是要从骤光神族和真灵谷族手上 夺取太古坟拼图 他满头白发 但气质却无比伶俐 目光如见 我们掌握的拼图越多 未来才能占据更多的主动权 纪云山汉首 二位 夺取骤光神族的拼图 并不一定要与骤光神族开战 元宝的声音传入二人的耳朵 阁主有何高见 眼下 骤光神族的掌权者 乃是骤光谷祖 元宝淡淡道 只要换掉骤光谷祖 让新人上位 太古坟拼图 唾手可得 无声老母是何等聪慧之人 立即领悟到元宝的意思 道 阁主的意思 是要老身利用骤光神族的内斗 对 元宝嘿嘿一笑 也许答应骤光谷祖 不会参与情无恨一事 但元宝可从未承诺过 老板只说不插手 没说不让我插手 元宝心道 话虽如此 但骤光神族的另一位谷祖 早已失踪多年 纪云山说到此处 声音戛然而止 阁主知晓他的下落 叮铃 就在此刻 天际阁的风铃又一次响起了 两道清光从遥远时空 被天际阁的无上法力接引而来 他们是谁 仙宫外 无声宫和天人族的修行者 望着两道顿光 神色诧异 技态常修为最高 眼神一扫 瞬间眉头骤气 金谷道人 他认出了其中一人 赫然是宇宙神宗的上一代长教 至于另一个致敬年轻人 技态常毫无印象 技态常喃喃自语 这二人不像是爱求天际阁主帮忙 反而像是在逃命 我在先天道与见过他 一位天人族弟子宁生道 此人当时与天际阁拟人生物在一起 估计是天际阁的核心人物之一 拟人生物 技态常嘴角抽搐 不过 等闲修行者 的确看不透元宝跟脚 So 秦无恨与金谷道人 飞入天际阁 金谷道人伤得极重 经脉禁断 子府崩灭 逐渐化作混沌虚无 大道也被一股恐怖力量磨灭了 他如同风中烛火 危在旦夕 宝爷 秦无恨东的一生跪在地上 焦急万分 请你救救我师尊 元宝看了金谷道人一眼 眉头微醋 阁主 这二人 无声老母望向秦无恨 眼神微动 秦无恨的身体 蕴藏着一股纯粹的空间本源 明显不是一般人 他就是你要寻的人 元宝淡淡道 秦无恨也注意到了 无声老母和纪云山等人 秦无恨 而今我执掌天机阁 一马归一马 元宝道 要救金谷道人 须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不过 声音一顿 元宝又笑道 金谷道人这点伤 看似致命 但对时空之主而言 却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小道友 有没有兴趣做一笔交易 纪云山含笑道 无声老母 既轻悟和墨流苏的目光 也汇聚于秦无恨一人之身 前辈请说 秦无恨沉生道 只要能救师尊 哪怕是要我的性命 我也甘愿 金谷道人收他为徒 将一生所学倾囊相授 视他为宇宙神宗的下一代长教 秦无恨对他敬之如父 纪云山摇头 这一笔交易 对你一本万利 秦无恨神色茫然 天下难道有掉馅饼的好事 要谈事情 你们自己寻一个地方 元宝挥手竹客 不耐烦道 本阁主日理万机 另有要事 是 众人不敢有威辞 无声老母催动法力 带上秦无恨和金谷道人 化作流光 迅速飞出天机阁时空 敢问前辈 可否告知晚辈交易的内容 秦无恨问道 不着急 无声老母轻笑 你可知 你是何人 我 秦无恨依然是一头雾水 但想起自己的身世 一股悲凉涌上心头 自嘲道 咒光神族的一个叛徒罢了 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无声老母摇头 天地开辟 运生出时空本源二气 交感之下 成长为两个实力至强的强大生灵 只可惜 天道常在 有得有失 这两尊强大生灵 也有轮回时期 那一段时间 也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刻 所以 咒光神族诞生了 为守护轮回时期的两个生灵而生 秦无恨难以置信 他从未听过这些隐秘 咒光谷祖 是其中之一 无声老母又道 咒光谷祖 是与阴阳谷祖一个级别的生灵 也逃不脱轮回定数 而你 他凝视着秦无恨的毛子 则是另外一个 鱼祖 哄 秦无恨的大脑 掀起风暴 被无声老母的这一段话 震撼得无法自控 甚至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筋骨道人 也是一脸震撼 也许告诉过他 秦无恨是宇宙神宗的唯一传人 但也并没有告诉他 秦无恨是咒光神族的另一位谷祖 不可能的 秦无恨头疼欲裂 抱着头道 我是咒光神族弟子 我有父友母 还有师父 怎么可能是渔祖 这是事实 纪云山沉生道 我嗯 无声老母食指结印 一枚印符 飞入了秦无恨的脑海 他的灵魂深处 也响起了无声老母的声音 这枚灵符 换作还魂印 至于能唤醒你的几分记忆 得看你之前的实力 无声老母缓缓道 纪云山眼睛微密 这道神通 极为古老 好疼 秦无恨声嘶力竭的低吼 脸上青筋凸显 牙子欲裂 显得极为猙獰 神魂深处 记忆如画般闪烁 无数信息潮水般涌来 师尊 唤醒了他 他真的会与我们合作吗 墨流苏问道 于祖的实力 不逊色于纪云山 甚至能与无声老母比肩 这么一个强者 掌控得了吗 纵然他此刻觉醒了所有记忆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巅峰 无声老母淡然道 天地大变 规则完善 或许觉醒了记忆的情无恨 能在极短时间 重回时空之主的境界 但那段时间 足够无声老母达成目的 夜无上庇护于祖 却没有助他觉醒记忆 反而是等我上天机阁 借太古坟拼图来达成此事 无声老母的思绪千丝万缕 他目的何在 无上之境 算无遗漏 秦无恨的存在 绝对是夜序有意为之 但无声老母猜不透夜序的心思 甚至只能按夜序的计划行事 这令无声老母 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无上 无上 不入无上 终是蝼蚁 无声老母心道 哄 就在这时 一道古老的气息 从秦无恨的身躯中爆发 似乎是折服许久 朕的记太长 莫留苏等高手连连后退 空间本源 莫留苏骇然 哄 秦无恨的修为疯狂地攀升 一月前 夜序预言了 秦无恨将在静声致敬 被骤光鼓祖盯上 遭逢一劫 这一次逃入天机阁 正式避劫 但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 无声老母和纪云山的到来 时空之主的助力 令秦无恨突破了记忆枷锁 发掘出了空间本源的力量 哄隆隆 秦无恨的修为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增 从虚境增长到了真境 又如火箭一般 达到了极境极致 哗 万川归海 万法归原 秦无恨踏入了无量道境 这一幕 看得无声公和天人族弟子 眼睛发直 羡慕得要命 任他们牛马一般 努力修行 始终也比不上如秦无恨一般 天地所中 来历非凡的天之骄子 晋升到了无量境 秦无恨的气息 渐渐趋于平稳 扮上后 秦无恨张开了眼睛 他的眸子不再清澈如初 而是多了几分深邃 气质也变得深沉起来 仿佛一瞬间换了一个人 成了 纪云山惊讶不已 对无声老母的来头 愈发感兴趣 毕竟 能在短时间内 唤醒一位谷祖的记忆 那可不是施展一道神通那么简单 无声老母没有说话 道友 我们来谈一谈交易吧 秦无恨开口 目光瞥向金谷道人 又道 但在交易之前 须得请道友帮我一个忙 将他就回来 小诗一桩 纪云山笑容和煦 一枚紫金仙丹 飞向金谷道人 大道破灭 道鸡被斩断 对金谷道人是致命伤 但在时空之主眼中 却不值一提 金谷道人服下仙丹 眨眼间 庞大的药力在躯体内化开 流入四肢百骸 如春风细雨一般 修补了金谷道人的道鸡 补全了大道 重铸了子府道宫 哄 他运转功法 统筹道法 修为也在突破 不多时 金谷道人就从横谷道境中期 踏入了横谷道境大圆满 只差一步 便可晋升永恒之境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金谷道人起身 惊喜莫名 向纪云山躬身拜道 不必谢我 纪云山淡笑道 你眼光不错 有一个好徒弟 金谷道人望向秦无恨 目光复杂无比 刚刚无声老母和秦无恨的对话 他在一旁听得一清二楚 此时的秦无恨 已经不再是他的爱徒 而是愚祖 一日为师 终身为师 秦无恨似是猜到了金谷道人的想法 笑道 老师 恭喜你修为突破 金谷道人笑了 但下一刻 他忽然意识到了秦无恨的称谓变化 笑容也逐渐减弱 心头发出一道无声的叹息 道友 你可知太古坟 无声老母 终于直奔主题 秦无恨眼中一芒突现 一个纪元的坟墓 埋葬了无尽时空的诸多阴节 这么一个地方 知者众多 以道友的层次 恐怕图谋的 并不是区区一个太古坟 而是与太古坟联系紧密的洪荒种吧 对 无声老母点头 无声公与天人族联手 已经掌握了三块太古坟拼图 至于第四块拼图 道友身为骤光神族谷祖之一 想来也知晓其下落 自然 秦无恨微微一笑 那一块拼图 就在骤光神族 是在六百多万年前 我和他一共探索得来 你们与我交易 助我觉醒记忆 就是为了得到那块拼图 不止如此 无声老母道 我希望与道友合作 及其太古坟拼图 进入洪荒种 哈哈 秦无恨仰天大笑 望着无声老母 眼神充斥着几分莫名神态 有玩味 也有质疑 道友 你知不知道 洪荒种究竟有多么古老 多么恐怖 知道 无声老母面色平静 但我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听到无声老母肯定地回答 秦无恨的笑容骤然消失 目光也变得凝重 看来道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好 他汉手道 我愿与你合作 共谋洪荒种 但是 画风猛的一转 秦无恨语气凝重道 在此之前 无声公与天人族 必须要全力助我 恢复巅峰实力 拳头 永远是最大的话语权 这点没问题 纪云山表态 天门已开 规则完善 以道友的天赋和见识 最多十年 应该就能重返巅峰时期 无声老母也没意义 天门开了 秦无恨诧异 难怪天地间的仙灵之气 变得如此浓厚 天地大道的奥秘 也变得深奥许多 是叶无上开的门 不错 果然是他 秦无恨笑容深沉 昔日叶旭尚未彻底成就 无上之境之前 他与叶旭还交过手 被教训得不轻 然而 今时今日 叶旭却是在帮他 虽然摸不清缘由 但有一个无上之境的存在 表明善意 总好过与之为敌 道友 按理而言 你和昼光 古祖同处于轮回时期 二人的实力差距不大 为何你会落得如此境地 纪云山 抛出一个关键性问题 无生老母也满腹疑云 宁声道 这个问题 关乎我们联手 铲除昼光神族 望道友如实相告 很简单 秦无恨不疾不徐道 他后面有人 刷 纪云山和无生老母 神色骤变 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了 意味着要铲除昼光神族 会面与一个神秘未知的 视力交手的可能性 一百多万年前 我与他同时进入轮回时期 第一天开始 便有人对我出手 帮助他吞噬我 那一刻我太虚弱了 看不清出手之人 除非再遇到 否则很难猜出其身份 秦无恨常叹道 不止秦无恨 无生老母和纪云山的心情 也有一点沉重 幕后之人的情况 了解不了一点 这是致命的 既是如此 那你怎么逃出来的 纪云山不解 那一刻的秦无恨 实力极弱 被人暗算 绝不可能活下来 但事实就是 秦无恨转世入了咒光神族 更是逃入了大荒之地 彻底躲藏起来 咒光谷祖也寻不到他 除非 也有人帮你 无生老母给出了答案 道友真是聪慧 秦无恨眼神深邃 确实有一个人在暗中助我 否则 我不可能逃过那一件 是谁 纪云山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无生老母亦是极为好奇 秦无恨摇头 这一点 他并未隐瞒 下手之人 他不知身份 营救他的人 他同样不知 只不过 能推算出此事 准确营救 绝非凡人 天机阁一脉 于原阁一脉 乃至是万圣公 天门一脉 都有可能 如今看来 最有可能的 是叶无上这一脉 秦无恨心头自语 却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疑问 一百多万年前 叶续已经坠入凡间 不可能是他 那会是谁 他已然觉醒前尘记忆 又有无生公和天人族互道 想要杀他 只能另寻机会 一方时空 二人驻足而立 咒光谷祖脸色铁青 死死地注视着情无恨 咬牙切齿 若非天机阁主出而反而 他早已是我囊中之物 神秘男子吃笑 他又不是第一次出而反而 你能奈他何 咒光谷祖无言以对 彼岸神桥显化 是一个良机 神秘男子淡淡道 我须得去一趟彼岸神桥 回一回朱天英侯 咒光谷祖 你也该抓住机会 晋升时空之主 咒光谷祖点头 世界晋升 万载难逢 嗖 神秘男子一步迈出 与虚空融为一体 再也无法感应 轰隆 突然间 寄天之地上 爆发出恐怖的能量波动 无边夜火焚天灭地 化作一头头古老生灵 撼动了时空 一口轰炉沉沉浮浮 主宰万法 开始动手了 无声老母皱起眉头 济云山苦笑 虽然同为时空之主 但那一个级别的斗法 他参与不了 老哥哥 等等我 元宝跨越祭坛 登上了彼岸神桥 哄 法力余波如同千层大浪轰击而来 元宝身躯微微亮呛 立刻调动天机阁之力 冲向斗法之地 老三 老四 你们扶住吧 夜灵宁笑 催动轰炉 夜火笼罩了诸天时空 甚至将彼岸神桥都烧得通红 宛如红玉 强悍无比 这可是起源之宝 原初古地亲自祭练的神兵 足以镇压彼岸大修行者 叶子灵 叶子川二人 虽是最顶尖的时空之主 但在吞噬轰炉下 也是凶多吉少 好强大的法宝 太荒魔主眼角跳动 流露出一丝巨异 此宝虽强 但以那人的修为 却无法发挥出宝物的全部力量 冥帝摇头道 着实是暴殿天物 太荒魔主笑道 此等宝贝 当配到凶这等强人 冥帝有一瞬间的心动 转念一想 又按下贪欲 夜灵是小角色 原初古地可是狠角色 老三 走投无路 只能放手一搏 叶子川怒吼 无数丹药被他吞下 药力在刹那之间被激发 磅礴法力散入四肢百骸 呜 叶子川的无边法力 尽数涌入了一支笔中 笔身如玉 金银无瑕 雕琢着一枚又一枚古朴符文 那是叶絮留给他的宝物 呜 轻欲薄笔释放出阴云鲜光 笔尖缭绕大道符文 叶子川紧握薄笔 笔走龙蛇 在虚空上写下一个字 丹 他以丹力道 万千感悟 无尽道法 都藏于丹之中 叮当 一笔一画 石空在扭曲 一尊古老法相显化而生 这一刻 无穷感悟在叶子川心头升起 身如轰炉 惊气为叹 万法为功 就是那一枚蛋 叶子川悟了 一座神桥由子府 延伸至神魂之下 笔岸神桥城 如子可教也 元宝一脸欣慰 看得祭灵翻白眼 元宝给他一种感觉 仿佛叶子川晋升笔岸 是元宝的功劳 这也太容易了吧 紫薇神朝始祖燕天兴 心态崩了 为了晋升笔岸 他闭关多年 却难以参悟 叶子川仅仅凭一支笔 写一个字 就领悟到诸多修行者 终其一生都难以参透的诀窍 实在是令人羡慕极度恨 不愧是天机阁一脉的人 明帝探导 想当初 我晋升笔岸 也是在叶无上晋升后两年 太皇魔主满脸黑弹 又是一个装逼犯 不可能 叶灵连连后退 瞪大眼睛 你与我都处在时空之主境界 你晋升笔岸之境 怎会如此容易 他的道心大乱 叶灵自负一生不弱于人 但今时今日 不只是叶婿 叶离 哪怕是一向被他瞧不上的叶子川 都超越了他 我有贵人相助 叶子川讥笑 你没有 今天我来给你好好递上一课 让你明白 我们之间的差距 须弥弗手 他鼓荡法力 笔岸神桥震动 一掌 轰向了吞噬轰炉 磨灭了无边夜火 一收一放 吞噬轰炉被震飞 叶灵也被横推 望着这一幕 叶子灵也愣了 他低头看向掌心的子 一 然而 他仍然误不出 万法归于一 叶子灵弥难 满眼不解 究竟要怎么做 才能使万法归一 才能晋升彼岸 砰砰砰砰砰 叶子川晋升彼岸 实力大增 局势完全逆转 叶灵仿佛是一个皮球 被他踢来踢去 毫无反抗之力 叶灵 你就是一个废物 叶子川继续语言打击 哪怕给你一口起源之宝 你也赢不了我 老六 永远是老六 永远不可能 骑到我们的头上 砰 叶子川一拳轰爆了 叶灵的脑袋 踹入吞噬轰炉 紫金麒麟惶惶不安 叶子川 尖锐的吼声 从吞噬轰炉中传来 震撤时空 一具无头尸体 从轰炉中站起 胸腔鼓动 一个头颅缓缓生长出来 哪怕是拼得同归于尽 我今天也要你的命 叶灵嘶吼 叶子川心头微灵 吞噬轰炉乃是起源之宝 非同小可 如果叶灵当真要拼尽一切 催动吞噬轰炉 那他也有性命之威 叶灵 你还真是一个废物啊 却在此时 又有一道阴雅悠长的声音响起 刷 这道声音传来 冥帝 太荒魔主 叶子川等人 全都头皮一紧 毛骨悚然 身躯都不由地崩直 原初古殿 那是原初古地的声音 轰隆 吞噬轰炉之中 夜火翻涌 一只晶莹如玉的龙爪伸出 轻而易举地 捏住夜灵的头颅 一点点用力 枉费本地耗费了数百万年培养你 到头来 天机阁的那些道身 你是一个都比不过 太让本地失望了 声音逐渐阴沉 杀鸡尽险 古地大人 夜灵惊恐 他早已想到 吞噬轰炉 蕴藏原初古地的烙印 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这个后手 是留给自己的 我不想死 不要杀我 咔嚓 原初古地猛然一握 头颅崩碎 夜灵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夜火缠身 转眼间将它烧成灰烬 化为一枚丹药 夜子川和夜子灵 头皮发麻 二人早就知道 多年以来 夜灵都在猎杀天机阁道身 但也是现在才明白 幕后黑手是原初古地 嗨嗨 夜子川咳嗽一声 善笑道 古地 夜灵最该万死 您算是为人间除了一大害 我们哥俩还有事 改日一定登门道谢 对 夜子灵笑道 阁主还在天门中等我们 原初古地 漂浮在吞噬轰炉上 似笑非笑 据我所知 夜无上已入天门 暂时是脱不开身的 本地远道而来 二位莫非要让本地无功而返 轰隆 话音未落 吞噬轰炉微微一震 逐天时空骤然化作黑夜 似乎被吞入了轰炉 夜子川二人心底一沉 吞噬轰炉在夜灵的手上 那就是一团废铁 没有太大威胁 但在原初古地的手上 绝对是大杀气 原初古地笑道 恐怖的吞噬力将夜子川二人笼罩 哪怕是继练成了神桥 在原初古地面前 夜子川也如三岁孩童一般 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力 我才刚刚晋升底岸 还没有享受几天 夜子川大哭 你好歹达成了一个心愿 夜子灵悲泣道 王八蛋 原初古地 原初古地不以为意 他既然现身 就绝不会放走二人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震杀天及格一脉的人 原初古地 几百万年不见 你何时变得如此张狂了 忽然 一道飘飘渺渺的声音 从天上传下来 告诉我 是谁给你的勇气 原初古地 谁给你的勇气 淡漠的声音回荡在天地间 至高无上 不容人质疑 阁主 夜子灵与夜子川文声 激动莫名 是夜叙 原宝神情古怪 夜叙开天门 与天门之主对异论道 竟然能一心二用 奋出心神 对付原初古神 这是不是代表 与天门之主的博弈 老板占据着上风 或者 还有一个可能 司机此 原宝的神色变得玩味 掌握的信息越多 原宝也变得越来越聪明 他已经逐渐意识到 夜叙和天门之主 极有可能是另有深意 夜无上 太荒魔主和燕天心目光敬畏 明帝寻声而望 天门虚眼 他隐约能看见两个人影 直黑白对异 但却感应不到二人的气息 像 明帝呢喃 一道人影 与他记忆深处的身影 渐渐重合 是夜无上 亦或是天门之主 明帝心道 目光却落在元宝身上 以他的修为 断然进不了天门 维京之计 只有天机阁能为他解惑 要寻宝贝 真是难事 明帝暗叹 一分前难倒英雄汉 在他身上体验得淋漓尽致 不过他作为帝皇 形式光明正大 又不能强夺 属实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哄 吞噬轰炉沉浮 原初古地执掌起源之宝 气息震荡 压得诛天时空破碎 彼岸神桥都在不停颤动 他的目光穿透了天门 望向了夜续 论出身 本地乃是洪荒之初 第一尊生灵 统领原初古神一脉 说一不二 论宫界 本地乃是洪荒祖庭的 缔造者之一 原初古地冷笑 放眼古镜 无论如何 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本地 于他而言 夜续入天门 和天门之主论道对质 那就是一个天大良机 唯有抓住这一个空荡 他才有晋升无上的机会 因此 他不介意与夜续抖一斗 不成无上 终为蝼蚁 夜续一脸漠然 目光至始至终落在气盘上 甚至没看原初古地眼 哈哈 原初古地气急返笑 吞噬轰炉在疯狂膨胀 夜火滔天 散发出毁灭气息 似乎要焚毁 世间一切罪孽 你与天门道兄论道 被困于天门时空 自身难保 还想救天机阁的两个道身 简直是痴人说梦 道兄 不如你我联手 朕杀夜无上 天门之主摇头 淡淡道 再多的蝼蚁 终究只是蝼蚁 莫说是一个 哪怕来上一群 也无济于事 继灵和元宝面面相去 也许 天门之主 也太直白了 无限时空 无尽生灵 原初古地也是有数的强者 居然被二人这般羞辱 换成任何一人都受不了 好 好 好 那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上的本事 原初古地怒不可遏 后曹牙几乎都要咬碎了 原初夜火 吞噬轰炉轰鸣 夜火焚天 原初之力轰然爆发 瞬间席卷了彼岸神桥 将叶子灵和叶子川吞噬 阁主救命 叶子川大声求救 面对原初古地 二人毫无抗衡之力 今天 本地就要当着你的面 练了这二人 原初古地争鸣大笑道 有本事 你就来挡我 元宝撇嘴 原初古地不是第一个白痴 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太荒魔主 阎天心等人都目不转睛 这是试探 一旦夜续拦不住原初古地 那夜无上的威严 在洪荒祖庭将不复存在 天机阁也会跌落神坛 这一个结局 也是原初古地乐见其成的 哄 原初古地神色疯狂 手捏硬绝 原初夜火吞噬了二人 诡异符文包裹在二人身上 不断炼化 悟 天门时空 一缕风吹出 夜续摇摇一指 指力透过天门世界 涌向原初古地 哄 这一刻 竹天万道 无尽夜火 都被夜续一指定住 原初古地 明帝两位大高手 也难以动弹 原初古地 汗流加倍 不可能 他眼神中涌出惊恐之色 难以置信到 天门之主缠住了你 你为何 还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实力 他开始怕了 楼以安置昆蓬之力 夜续云淡风轻道 无上之境 非你所能揣测 不 原初古地咆哮 他竭尽全力 妄图冲破夜续的束缚 皮肤汗朔 扑吃 夜续指尖缓缓落下 不费吹灰之力 一指洞穿了原初古地的额头 屡屡仙光照下 将原初古地的脑子照得透彻 这就是无上的力量吗 燕天心静若寒蝉 一位顶尖的起源强者 挡不住夜无上一指之力 可怕 他第一次 感觉自己渺小如蝼蚁 如微尘 扑 原初古地吐出一口道血 身形亮腔 目光也变得灰暗无神 在眨眼之间 惊气神流逝了大半 这身伤势 没有参天造化 或者是千百万年 难以痊愈 他彻底与无上无缘了 原初古地又恨又怕 心中也有一丝小小的侥幸 至少夜续留了他一命 留得青山在 不愁眉柴烧 滚吧 天门之中 一道冷漠的声音传来 等一下 忽然 原宝一跃而出 趁火打劫 直勾勾地盯着原初古地的吞噬轰炉 冷笑道 得罪了阁主还想走 原初古地脸色轻紫 难看无比 要走也可以 起码要留下吞噬轰炉 原宝又道 作为咽过拔毛的第二代天机阁主 原宝坚决贯彻夜续的宗旨 对原初古地 一定要狠狠地宰 既领脸皮抽搐 心头办事不屑 又是羡慕 幸亏他是夜无上的人 不然以他的贪心 早死一万次了 原初古地不敢多说一句话 他大袖一挥 抹去了吞噬轰炉的烙印 这口起源之宝 落入了原宝之手 做完这一切 原初古地消失在时空尽头 谢谢老大 叶子川二人惊魂否定 刚刚的经历 如同梦境一般 叶子凌 那一个字 你若是误了 近生彼岸便是易如反掌 叶续悠悠道 如果无法参透 这一辈子到此为止了 叶子凌眼神迷茫 他低头凝望 脑子里千丝万绪 难以皈依 老板 天机阁有我打理 你安心待在里面 元宝高声道 叶续嘴角微微抽搐 碰 天门闭合 你家的小气灵 倒是颇为有趣 天门之主手执黑子 却并未急于落子 而是与叶续聊起天来 虽然有一点贪心 奸华 好歹本心不坏 叶续笑道 那可未变 天门之主似笑非笑 他一心为你着想 而今正在寻觅时机 玉图铲除我留在人世间的眼睛 继灵太弱 不配做天门之主的眼睛 那一只眼睛 自然是问天神山 天门一脉与天机阁一脉斗得越狠 不正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叶续笑了笑 不以为然 罢了 天门之主叹道 时不我待 既然天门已开 那便加快速度 让洪荒种出世吧 传道桥头自然直 无需思虑太多 叶子川嚼着丹丸 宽慰道 叶子灵无言 想要参透那一个一 绝非一事 呜 彼岸镜头 一栋传来 万千道文 如百川归海般涌去 在视线的镜头处 归立的道向绽放于世间 那是一朵花 花开无数半 包容了诸天万界 无尽道则 彼岸花 名帝南南 传说之中 彼岸神桥的尽头 会御御出一株彼岸花 花心御御道种 乃是一切大道之起源 太荒魔主遥遥望去 贯穿了无限时空的彼岸神桥 似乎交汇于一处 演变成了彼岸花盛开之地 轰隆隆 仅仅是一眼 太荒魔主的大道被牵动 时空之境的枷锁在松动 子府震动 仿佛要生长出彼岸神桥 元宝身侧 祭灵也若有所悟 无限时空 亿万众生的噤声 彻底开启了 忽然 一个声音在众人的耳畔响起 祭天之地上 一位紫衣男子不乏稳健 踏过天梯 登上彼岸神桥 这是人族修行者 平平无奇 却令人无法看透 于渊阁的人 元宝眉头微动 也许给予他的信息中 有此人的存在 紫衣男子是于渊清传大弟子 名为孙元一 实力深不可测 无尽岁月 无数英杰 想不到最终开启新时代的人 会是师弟 孙元一目光复杂 悠悠叹道 本作也没想到 于渊阁隐藏得如此之深 太荒魔主魔光凛冽 孙道友的修为 恐怕已经超越本作了 孙元一自嘲一笑 魔主前辈 晚辈也不过是蒙兽师尊于英 在天变之日 机缘巧合下 勘破了彼岸的奥秘 众人神色威力 这一席话 足以证明于渊的强大 诸位 我今日只是来看一看 没有恶意 孙元一淡然笑道 所以 诸位不必在意我的存在 他又望向元宝 道 阁主 聊一聊 我的时间很宝贵 元宝道 吭腔 话音未落 孙元一掌心一道剑光吐出 那是一柄子母剑 锋芒毕露 散发出诡异的时空波动 随我来 元宝不动声色 收下子母剑 催动法力 与孙元一消失在 彼岸神桥上 进入天机阁 你是渔元阁大师兄 与老板也有几分情义 如此剑外 大可不必 元宝换来白武侠 为孙元一侦查 孙元一摇头失笑 元宝的性子 他一清二楚 自然不会相信 这番客套话 有话直说 元宝继续道 阁主能不能告诉我 当初二师妹入天机阁 师弟与他说了些什么 孙元一眼眸深邃 充满好奇 先天道遇一役之后 方子精没有再回于阁阁 太古怪了 元宝想了想 淡淡道 你们的那位老师 为了晋升无上 早已封魔 迟早有一天会自取灭亡 于渊一死 而等又有几人能善终 孙元一瞳孔微缩 神色凝重 老师的死 已是定局 须知 在洪荒祖庭 于渊绝对是无上之下第一人 放眼无限时空 亦是佼佼者 天机不可泄露 元宝笑盈盈道 孙元一摇头 依然无法相信 自言自语道 老师是第一位天命师 早已参透世间规律 天道运转 他所作所为 皆是顺应天意 是天意 还是仁意 元宝反问一句 刷 孙元一猛地抬起头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多谢阁主指点迷惊 孙元一起身常败 他的心中 关于于渊的那些谜团 已经逐渐清晰 我想与阁主做一笔交易 孙元一神念释放 一缕元神寄托于天机阁之中 似在与元宝精神交流 既然如此 我有两个要求 元宝声音微尘 道 第一 我要你身上的道种 第二 他凝视着孙元一 一字一句道 一年之内 再替我寻到五十枚道种 届时 我们的交易正式生效 成交 孙元一点头 六枚天机阁道种 飞向元宝 告辞 留下道种 他飞身而去 元宝大口一吞 六枚道种落入腹中 在天机阁的庞大能量下 几个呼吸之间 就被全部炼化 他的气息也越来越强 渐渐突破了时空之主的临界点 五十二枚道种 才让我拥有了彼岸的实力 元宝皱眉 还是太慢了 宝爷 那人能在一年之内 寻到五十枚道种吗 白无暇问宝 无所谓 元宝不以为意 反正这一笔交易 怎么算都是我赚了 孙元一出入彼岸 一身实力在洪荒祖庭 称得上是巨博大能 哪怕是无限时空 也能横行无际 有他相助 元宝收集道种的时间 能大大缩短 不过他目光闪烁 只有一个孙元一 远远不够 他的心里还有一个人选 念头一动 元宝又出现在彼岸神桥上 哄 太荒魔主的气息爆裂无比 化为一尊万丈神魔 一条条魔纹如龙虎交汇 缠绕在他的魔区上 彼岸花显化 让太荒魔主心头顿悟 他本来离彼岸之境就一步之遥 如今领悟到彼岸花的玄奇 凝聚神桥 登陵彼岸 那就是水到渠成 阎天心无比羡慕 他也见到了彼岸花 也有所得 却无法像太荒魔主一般 一步登天 踏入彼岸之境 我明白了 就在此刻 叶子灵失心疯一般大叫 又哭又笑 喜极而泣 叶子川愕然 不会是求道无门 疯了吧 思及此 他立即拿出葫芦 吞下一瓶丹药压压精 所谓的一 不就是那一朵彼岸花吗 叶子灵大笑 彼岸花蕴藏万法万道 最终融于一体 这一朵花 完美地诠释了叶子灵的道 不愧是三个 比我聪明多了 叶子川夸赞道 老四 为我互道 叶子灵长笑一声 飞向彼岸花 在彼岸花下加福而坐 一种种玄弓被他催动 各种道则显化而生 他效仿叶旭 所学杂乱不堪 没有统一纲领 这也导致叶子灵实力极强 但散乱无章 没有主干 今日 他便要借助彼岸花 开创总纲 哦 万千道文环绕 道音齐名 远远望去 叶子灵像是被彼岸花裹住了 无尽道则与他共鸣 天地灵气 更是源源不断地涌入身躯 叶子灵的实力 直线暴增 每一种功法 仿佛一根根丝线 被叶子灵杂揉成一个线团 他掌心的遗字不断闪烁 一篇华张在心头诞生 我以彼岸花入彼岸 这一篇功法 就叫彼岸天书吧 叶子灵喃喃 下一刻 大道为基 铸就彼岸神桥 一念之间 叶子灵入了彼岸 速度远远地超越了太荒魔主 继灵目瞪口呆 叶子灵的晋升速度 简直是变态 一天诞生两位彼岸修行者 明帝也被叶子灵震撼到了 声音都变了 天机阁 名不虚传 这只是小场面 元宝漫不经心道 眼神却锁定明帝 笑眯眯道 明帝道友 要不要我为你指一条明路 明帝心头一动 寻声望去 阁主但说无妨 他的心头仍保留有一分警惕 毕竟元宝相较于叶旭 基本上属于半吊子水平 继灵数耳倾听 呜 元宝轻轻一挥手 画出一方结界 将继灵隔绝在外 他的实力变强了 继灵心道 一炷香之前 元宝的实力和他不相伯仲 但此时此刻 他已经看不透元宝的底细 想来与孙元一有关 明帝 你可知天机阁将士 孕育了365枚道种 元宝老神在在 明帝点头 传说 那365枚道种 记载着天机阁的道庙 但在数百万年前 夜无上失踪之后 天机阁消失 道种散落 只不过 我的手上并没有天机阁道种 他凝视元宝 不解道 阁主与我谈此事 目的何在 自然是想与你谈一笔交易 元宝鹿耻笑道 收集道种 孙元一是一个人选 明帝也是一个 两位彼岸大高手 足以荡平诸多阻碍 为元宝达成心愿 交易 明帝眼神威宁 阁主不妨说明白一点 你的心中 存在着诸多谜团 世间能为你解疑之人 寥寥无几 而本阁主 恰恰是其中之一 元宝幽幽道 你若是为我集齐八十枚道种 我便将你心中的谜团解开 甚至 他的声音微微停顿 诱道 为你指明你记忆深处的那一个人 咚 明帝的心跳 顿时加快了 记忆深处的人影 是他最想得知的秘密 八十枚道种太多了 明帝粗眉 天机阁是无上至宝 那些道种散落到了无限时空 不知被多少强者觊觎 洪荒祖庭虽是原点 但其余时空的强者也不少 他苦笑一声 我这点实力 不一定办得到 元宝不置可否 天地大变 会造就无数强者 以明帝一人之力 要集齐八十枚道种 确实够强 还有第二条路 想了想 元宝又拿出一个方案 请阁主名言 明帝拱手道 你可知太古坟 元宝问道 连通洪荒种的太古坟 明帝诧异 那可是一个大雄之地 牵扯着开天辟地之前的秘文 想要进入太古坟 需得凑齐十二块拼图才行 作为仪式帝皇 对于太古坟 明帝印象极深 洪荒种之中 储藏着多少宝贝 不用我多说吧 元宝咧嘴笑道 眼下就有一个机会 明帝谋自异议 无声宫和天人族已经联手 和谋太古坟 他们掌握着三块拼图 再过不久 就要拿下第四块 元宝道 你作为彼岸大修士 如果入一股 想必他们不会拒绝你 阁住 你的两个方案 没一个是简单的 明帝叹道 一时之间 他也不知道该选哪一个 元宝无语 就不能两个都选 明帝一脸愕然 掌握着太古坟拼图的势力 也有一部分收藏着道种 元宝苦口婆心 道事后一并拿下 那些势力 明帝眉头紧皱 放心 元宝沉声道 我会派人助你 听到这一句话 明帝仿佛吞下一粒定心丸 他领声道 既是如此 那我愿意与天机阁 完成这一笔交易 好 元宝开怀大笑 伸手入时空深处 但见一卷竹简被他取出 上面刻有繁复晦色的古文 和道字 这是何物 明帝疑惑道 那些道种和太古坟拼图的 分布区域 以及各方势力的大致底细 元宝笑道 既然要合作 当然要有万全准备 望着竹简 明帝瞬间明白自己被算计了 这新阁主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明帝长叹一口气 又道 阁主 可否告诉我 除我之外 还有谁会一同合作 太皇魔主 刷 明帝精神骤然一阵 露出笑容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盟友 太皇魔主近身彼岸之境 实力大涨 两人合作 能省下很多力气 合作达成 元宝散去结界 寄灵鬼鬼祟祟的在一旁 老弟 不是我当你是外人 实在是你修为太弱 知道太多 对你是一种隐患 元宝与众心肠道 寄灵心头抽搐 一脸便秘般的表情 一转眼 他就从老哥哥变成老弟 这位半路兄弟也太现实了 元宝的心情却极为畅快 他总算能体会到夜叙的乐趣 老三 成了 一声惊呼传来 叶子川呆呆地盯着叶子灵 叶子灵气息浩渺 万千道文如花瓣 挥入他的天灵盖 飞入子府 化作一种种意景 烙印在神桥上 那一座桥 就是他的大道总纲 多亏了阁主指点 叶子灵轻笑 满眼感激 记得欠我天机阁一个人情 元宝大大咧咧 扔出两枚天机令 落入了叶子川 叶子灵之手 有朝一日 天机令异动之时 便是你们归还人情之日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叶子灵手握着天机令 温和笑道 哥邦 叶子川咀嚼着丹丸 含糊不清地附和 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便不久留了 叶子灵向众人拱手辞别 与叶子川沿着彼岸神桥 消失在了视线中 他们去哪 阎天星皱眉道 那一个方向 通向潮汐世界 另一个时空 纪灵缓缓道 他们应该是要离开洪荒祖亭 去另一座时空闯荡 彼岸神桥将士 连通无限时空 这么一个黄金大士 自然要去见一见 各个时空的天之骄子 明帝笑道 轰隆 时空震荡 太荒魔主须发揭阳 魔躯求结 黄暴的气息席八方 太荒魔火烧的天地赤红 仿若一尊灭世大魔神 太荒灭神经 他叱咤一声 玄弓运转 哄 浩浩荡荡的先灵之气涌来 被太荒魔主惊吞海西 一举助他突破了 时空之主的层次 踏足彼岸 子府之中 魔闻如龙虎交汇 凝聚出一座黑玉神桥 直通彼岸 哈哈哈哈 太荒魔主放声狂笑 有心酸 也有喜悦 更充斥着不羁 数百万年了 数百万年了 踏出来那一步 恭喜道兄 阎天心笑容带有一丝苦涩 向太荒魔主拱手恭贺 太荒魔主收敛气息 微微点头 阎道有 你离彼岸之境 也只差灵门一角 一息顿悟 便可脱胎换骨 闻言 阎天心苦笑 那一步如天倩 又岂是想跨越就能跨越 你慢慢参悟吧 我与明帝道兄先行一步 太荒魔主留下一句话 与明帝一同消失在彼岸神桥上 若是在此地 也无法参透彼岸之庙 世间 恐怕再无我晋升之地 阎天心家夫坐下 静心凝神 问天神山 道兄下一步有何计划 太荒魔主问道 正前 明帝百感交集 太荒魔主哭笑不得 一代帝皇 横压一世 竟也为钱财所累 太荒魔主 你可还记得 与天际阁的盟约 忽然间 一个声音在太荒魔主的耳畔响起 元宝缓缓现身 不敢忘 太荒魔主 眸子微微一领 元宝十分满意 道 今日起 你便与明帝合作 集齐十二块太古坟拼图 至于如何行事 明帝会告诉你 听拼阁主拆遣 太荒魔主眼神闪烁 功身领命 放心 元宝满脸笑意 你追随天际阁 本阁主会念你的好 在未来的大劫中 会助你 助太荒魔主一臂之力 他总算也体会到 幕后操盘手的快乐 是 道兄 该怎么做 太荒魔主望向明帝 眼神复杂 他也没想到 明帝也变成了一个打工人 与无神功 天人族谈谈 明帝道 太荒魔主簇 隐约猜到了明帝的想法 他召集太荒魔族弟子 离开问天神山 时空深处 无神功和天人族的先周 驶向大罗天 何时前往玄天 洪荒祖庭有九天十地 骤光神族的祖地 就在玄天 请道友 你应该明白 以无神功和天人族的实力 要灭骤光神族 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无神老母淡淡道 不过 骤光谷祖背后的人 是一个谜 对 纪云山附和 须得查清楚 骤光谷祖幕后之人 再做决断 情无恨不疾不虚道 若是幕后之人的实力 在彼岸之境呢 那二位 是不是要将我献给骤光谷祖 换取太古坟拼图 纪云山和无神老母相识一眼 心头紧绷 二人确实有过想法 来者何人 一声娇斥惊惊醒众人 莫流苏记起法宝 如临大敌 望着打破阵法 降临在仙洲上的二人 赫然是明帝和太皇魔主 明帝陛下 魔主前辈 莫流苏神色诧异 道 二位前辈登上无神宫的船 所为何事 你太弱了 不够资格与我谈 太皇魔主气势张狂 无声老母 你还不现身 二位道兄大驾光临 老身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 无声老母与纪云山 情无恨一同走出厢房 你突破了 纪云山震撼道 太皇魔主的气息如冤如玉 俨然是更上了一层楼 进入了彼岸 无声老母眼里 闪过一丝一芒 笑道 二位道兄有事 坐下谈 明帝龙行虎步 进入大殿 落坐下来 纪云山心头忐忑 听闻无声宫和天人祖手上 掌握着三块太古坟拼图 不知是真是假 明帝品着茶 与太悠然 so 纪云山瞬间起身 又惊又惧 反观无声老母 则显得极为淡定 笑道 明帝陛下圣明 那三块拼图 确实是在我们手上 莫非 陛下想要 君子不夺人所好 明帝摇头 今日我与太荒道友前来 是要和无声宫 天人祖 谈一笔买卖 请陛下直言 无声老母拱手道 纪云山紧绷的心弦 也逐渐松开 我们要入谷 明帝笑道 无声老母皱起了眉头 心头笼罩一团迷雾 明帝和太荒魔主突然造访 真是为了太古坟一事 二位入谷 我与无声道友欢迎之至 纪云山笑道 明帝和太荒魔主 皆是彼岸强者 二人加入 很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譬如咒光谷祖的幕后之人 有两尊彼岸大修士坐镇 便能长驱直入咒光神族 夺取太古坟拼图 陛下与魔主实力非凡 想要太古坟拼图 二位便能绊倒 何必与我等合作 无声老母疑惑道 唧唧歪歪 太荒魔主神色不耐 冷冷道 信不信老子立刻夺了 你们手上的三块拼图 与明帝单干 纪云山和无声老母 静若寒蝉 道友 我知晓你的顾虑 明帝微笑 道 有朝一日 若是凑齐十二块拼图 开启太古坟 我等绝不会过河拆桥 而且 一卷竹简漂浮在半空 明帝笑了笑 既然是合作 那我自然也会拿出相应的诚意 这是 无声老母不解其意 诸位从天机阁主口中知晓 有四块拼图 分别在骤光神族 真灵谷族 无极天弓和剑天道族手上 还有一块 则是在虚无介意 对不对 明帝不仅不慢道 不错 无声老母汉手 脑子一转 眼神异异 难道 难道这竹简上 记载着最后四块拼图的下落 和聪明人说话 就是省时间 明帝夸赞一句 笑道 这一卷竹简 是我从天机阁花费大代价得来 算是我入股的筹码之一 这四块拼图 每一块都被一个顶尖高手掌握 以诸位的实力 要全部夺得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陛下 我能否看一看 无声老母小心翼翼 so 明帝长袖轻浮 竹简顿时在虚空扑开一脚 显露出最后四块拼图的信息 夜前 天机阁第九道深 万寿仙军 格式老人 诸邪之地 纪云山念叨着竹简上的信息 心头震战 四块拼图的掌控者 修为最弱的人 都在彼岸境界 诸邪之地 无声老母目光锁定了那一部分的信息 脑海深处闪过几个画面 不由得寒战 这些人每一个的实力都远在老神之上 他长叹一声 没有陛下和魔主的帮助 一个都办不成 明帝眼神深邃 哪怕是有他和太荒魔主 也很难办成 无声公愿听凭陛下差遣 无声老母半跪在地上 俨然是将合作一事的主导权 完全交与明帝 天人族愿以陛下马首是瞻 纪云山立即效仿 道兄 你来安排吧 太荒魔主笑道 秦无恨笑了 有明帝 太荒魔主两个变数 他夺回咒光神族 炼化咒光谷祖 已经是近在眼前 错了 明帝笑容和煦 目光拂过了四人 语气透露出一丝酸楚 道 无声公 天人族 太荒魔族 乃至于是你 并不是听从我的差遣 而是要听从天机阁的差遣 纪云山 无声老母和秦无恨 猛然仰头 全都猛了 绕来绕去 最后是给天机阁打工 玄天 咒光城 咒光神族 一座古殿宇中 咒光谷祖神太恭敬 望向紫衣男子 笑容谄媚 大人 秦无恨落入无声宫 天人族之首 依宁之剑 小人该怎么行事 孙元一一袭紫衣 微笑道 咒光神族收藏了四枚天机阁道种 是不是 是 咒光谷祖愣神 又点头道 将那四枚道种取来给我 孙元一语太温和 但却透露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态度 那 秦无恨 咒光谷祖知之无 你要与我讨价还价 孙元一冷笑 小人不敢 咒光谷祖匍匐在地 战战兢兢 修说是于元阁 哪怕只有一个孙元一 也能荡平咒光神族 大人稍等片刻 小人立刻为大人取道种 咒光谷祖退出大殿 这也是天术吗 孙元一嘻喃 一炷香之前 他暗中补过一挂 明帝 太荒魔主和无声宫 天人族已经达成联盟 开赴咒光神族 除非他搬出于元阁 否则以自身一己之力 挡不了他们 然而 区区一个咒光谷祖 不值得于元阁和明帝开战 老师的目的是要时空二气 合二为一 孙元一眸光闪烁 既然如此 谁吞是谁 又有多少分别 大人 请笑纳 片刻后 咒光谷祖归来 献上四枚道种 孙元一目光微动 收下道种 望向咒光谷祖 道 道友 你安心待在咒光神族 等我的命令 遵令 咒光谷祖领命 刷 孙元一消失在了大殿 晋升时空之主 对我而言 并非难事 咒光谷祖满眼羡慕 但是 想要直达彼岸 必须要时空本元合一 情无恨 他眼神变得冷烈 来人 在 咒光神族组长 和诸位长老献身 本作要闭关突破 这段时间 除非是天塌了 否则谁都不许来打扰 咒光谷祖吩咐一声 下去吧 众人四三去 数日后 一艘仙舟驶入了玄天 静止飞向咒光神族 来者何人 咒光城镇守者目光警惕 本作乃是无声公主 前来拜访咒光谷祖 莫流苏孝道 即日起 咒光神族闭门谢客 任何人不得出入咒光城 公主请回吧 镇守者冷冰冰回道 废话真多 太荒魔主冷哼一声 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 那位镇守者猛然炸开 元神 大道和肉身 化为乌有 啊 咒光神族修行者 亡魂大帽 快去禀报组长 你们走得太慢了 老子送你们一程吧 太荒魔主大笑 只见一个个修行者 被诡异的力量震杀 魂飞魄散 无声老母和纪云山面面相去 不愧是魔主 杀伐器真重 大祸临头了 城关尸首 咒光神族一片大乱 人心惶惶 所有长老挤挤一堂 目光落在咒光神族族长的身上 要不要请老祖宗 众人见一道 咒光神族族长摇头 老祖正在闭关突破的关键时期 莫要惊扰他老人家 你们随我去瞧一瞧 看看 是何方 哄 话音未落 仙舟撕裂了时空 降临在咒光神族上方 这些小辈交给你们处置 太荒魔主神色轻面 吩咐无声老母 无声老母和纪云山相识一眼 率领秦无恨 莫流苏 纪秦勿等人 飞下仙舟 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秦无恨 是你这叛徒 一位长老怒法冲关 指着秦无恨怒骂 是你将敌人带来的 众多长老怒斥道 真是一个白眼狼 秦无恨不以为意 似笑非笑道 你们这一群小辈 真是胆大包天 老祖宗在面前 不但不参拜 反而对我不敬 全都该死 纪光神族组长眉头紧簇 目光略过秦无恨 对无声老母和纪云山道 二位前辈 何故将冰封指向无足 为他讨一个公道 纪云山手指 秦无恨 众所周知 纪光神族有两位谷祖 但现在却只有一个纪光谷祖 难道二都没想过 还有一位谷祖下落何在 此话一出 纪长老满脸迷惑 族长却是脸色大变 秦无恨 就是于族 纪云山又道 荒谬 纪光神族组长怒斥道 于族常年闭关 大小事物由纪光谷祖全权掌管 你休想乱我族军心 秦无恨细血地盯着组长 看来你是知道内情的人 纪光组长心头慌了 秦无恨 你是纪光神族的老祖宗 你来决定吧 无声老母渐渐失去了耐心 一群不孝子孙 秦无恨轻描淡写道 杀吧 秦无恨 你 你 诸多长老惊慌失色 恐惧万分 哄 纪光神族传来一道震动 一道光阴长和显化 纪光谷祖的法相 盘去时空之上 冷冷注视着秦无恨 他已然成为了时空之主 这是纪光神族内部的事 你却引来外人 难道要被阻离宗 纪光谷祖冷冷道 诸位道友 拜托了 秦无恨向无声老母 纪云山等人拱手一拜 懒得与纪光谷祖说一句话 一个不留 无声老母一声令下 杀 仙周上 无声宫弟子和天人族修行者杀入纪光神族 万千法宝幻化出瑰丽异景 大战一触即发 嗖 无声老母与纪云山也杀向纪光谷祖 你这叛徒 本族要杀了你 纪光族长双目赤红 祭出一口神刀 永恒境的实力完全爆发 斩向秦无恨 道友 你的对手是我 纪太长食指轻弹 卸去了纪光族长的力量 与他站在一起 太荒魔主和明帝在下棋 这一个级别的战斗 他们没必要参与 大人 纪光谷祖捏碎一枚令符 传讯孙元一 但却没有回应 孙元一 纪光谷祖心头怒吼 他已经明白了 自己变成了弃子 那四枚道种 是纪光神族和他最后的价值 轰隆 无声老母一掌印下 光阴长河崩碎 纪光谷祖被轰入一座山体 大到被禁锢 肉身几乎崩裂 他出城时空之主 法力修为和无声老母相差不知反己 哪怕没有纪云山相助 纪光谷祖也不可能是无声老母的义和之敌 落败已成定局 等一等 纪光谷祖气喘如牛 法力不断流失 极为虚弱 他望向了情无恨 又转向无声老母 纪云山 沉生道 你们难道不想知道 谁才是幕后的舵手吗